要開始了 還不趕快回來 好的 歡迎回到宅子到 歡迎這一part的宅來賓 溜溜球達人楊元慶 楊老師 大家好 我是元慶 桌上已經看到一大堆這個 很多給西 確實給西更多 對 真的厲害 超多的 這是我一部分的收藏 當然一定是玩了那麼多年 一定有很多收藏 今天帶來一小部分這樣子 我相信大家應該小時候都 就算沒玩過 班上也一定有同學是 很愛達人 很愛玩溜溜球的那樣子 班上都有一兩個這種 統神小抽有玩對不對 有有有 可是我不太清楚這個達人 跟一般人有什麼差別 因為不都是一樣往下 那你就淺了 對 這個真的 我覺得小時候 都 而且我覺得溜溜球 它已經是一個好 歷史很悠久的一個東西了 然後它在不同階段都有 都有紅的時候 就是都會 現在都還是有 現在都還是有比賽 還是有比賽 每年都會有世界溜球大賽 就是這樣子 那大家是透過什麼的 什麼管道接觸到的 我自己是那個電視就是 那個小旋風啊 小旋風 羅百姬的廣告 羅百姬的嘛 在這裡啊 羅百姬在這裡 小旋風 我每次跟我觀眾講 他們還不相信耶 就是那個電視就會有那個 那個一進廣告 然後就跟他這樣子 他的那個聲線有沒有 小旋風 這樣子 然後 CAMON EVERYBODY 然後在那邊玩這樣子 就很嘻哈這樣 然後小時候就覺得 哇 好帥喔 這樣子 然後之後就留跟他一樣的髮型 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就是 同學都愛玩 然後我就想說 好帥 我也想玩 然後我就也去書局買一個 然後 大家就說 你要會空轉 你要會空轉 然後一丟就帥爛 然後我就再去買了一個 一丟又帥爛 再買了一個 摔爛三個我就再也不玩了 我想說 我一定都會把他們全部摔爛 對啊 那我自己的話是 好像國中在 國中在玩 高中就沒有了 但你那個國中是什麼契機開始玩 就同學在玩 好像是同儕在玩 大家都會玩啊 以前小學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在玩這個 可能太小了 小學的時候在踢箭子 然後踢一踢之後 也是蠻流行的 你是廖天丁那個時代 沒有 小時候箭子也很流行 小學就箭子跟躲避球 然後小學躲避球打得很猛 箭子踢得很猛 一到國中之後 來來來挑鏡子啊 沒有人 沒有人 就不然就 大家都長大了 大家都長大了 就是小學那時候 踢箭子 躲避球 一到國中沒有人在玩 對耶 國中完全沒有在打躲避球 然後國中之後 我就換打籃球啊 然後跟這種 滷滷球 這種 然後到高中之後 那時候沉迷遊戲就不行了 因為那時候那個 一坐下來就再起不來 什麼啦 需要站起來做運動球 對 以前其實有很多 那個作品啊 超速悠遊啊 火力 少年王 我也不知道 那是比較後期的 大陸做的 滷滷球電視劇 喔 所以是真人的 對 這麼酷喔 他說很中二這樣子 有點特色感是不是 然後還有很多動漫作品裡面 有出現溜溜球 像那個 悠遊白書有一個 會用溜溜球的 我印象很深刻 然後同一個作者 傅堅他奇亞也是 奇亞也是溜溜球 對 而且奇亞用溜溜球 超級莫名其妙 完全沒有任何前因後果 對 就是傅堅喜歡溜溜球 他就忽然間發電 就是要溜溜球 因為奇亞 在作品的一開始 一直都拿著滑板 然後後來就突然拿一個溜溜球出來 然後大家想說 我記得之前有個機械人動畫 好像也有溜溜球 好像有 就是 溜溜球有嗎 機械人動畫 有 我記得好像有 好像有 無敵鐵金剛裡面好像有 也有 無敵鐵金剛有溜溜球嗎 可是那已經不是我這個時代了 OK 溜溜球應該就是常駐在各種 動漫作品裡面會出現 對 那老師自己呢 啟蒙是什麼 怎麼樣知道溜溜球 那個時候是 國小二年級八歲 然後看到我同學的歌 他來幫我們抬餐桶 然後他就站在手推車上面 然後同學在後面推他前進 那餐桶有沒有 重點餐桶 他準備要來抬 然後他就做了一個地球自轉 然後很中二的這樣滑過去 從此愛上著 從此覺得被煞到 然後覺得這個東西太神奇了吧 怎麼可以在下面一直轉就轉 我想說那你有沒有另外一個 跟你一起看到的同學 成為了推手推車的大師 就是他弟弟 就是我同學 對不對 他就在旁邊說 這個是溜溜球 對 我很感謝那個同學 因為他算是家境蠻好的 因為那時候有住加一些一組鄉 然後他就是擁有 就是全村最新最炫的玩具 手推車 沒有啦玩具 沒有全村學校的餐桶 真的 一般上需要有一個 真的是比較開 沒有啦 比較 像小夫那樣的 對 他就會帶到很多新的東西 因為他都會什麼 現在大家流行玩什麼 任天堂啊 什麼 咪咪槍啊 就會秀 拿來秀 你秀你就會覺得說 哇好酷喔 不然他沒來秀 還真不知道有那種東西 真的 所以就從此愛上 對對對 從此愛上 其實應該說玩很多 戰鬥陀螺啊 遊戲王其實都有玩 遊戲王的國中也很紅啊 只是因為66球他有招式 我覺得他比較像是 能夠具現化的東西 真的展示出來的 你說你戰鬥陀螺 你也不可能有勝手啊 就真的有技術啦 就真的有技術的啦 沒有他就戰鬥陀螺 拉不出一條龍嘛 剛剛老師這樣講 我剛剛想到我小學 其實我小學 除了劍子跟躲避腳 還有另外一個很紅 市區車 也是做不出招式啊 那時候就沒有 叫他就叫他轉彎 就是無名指跟中指會被撞受傷的 接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玩市區車的時候 就是他那個 就是要去弄那個引擎 他基本的就是100塊一台 每100塊一台的引擎很爛 然後繼續買那個很貴的引擎 一個引擎加好幾百 然後就可以跑得很快 可是那個沒什麼技術 就是你引擎換好就可以 就是課金遊戲 對啊 然後不像溜溜球是有技術的 那老師在玩溜溜球 那你真的認真下去玩的時候 聽說就是過程中遇到不少家庭的阻礙 是你自己的家裡還是 一直玩 然後打到其他小朋友 跟其他家庭之外 沒有 同學其實不要再玩了 我都在家裡面玩 然後 比較認真的是國中吧 那時候其實都覺得 他停留在那種卡通 很動漫的那種階段 然後到國中看到一個 日本溜球大賽的影片 我想說欸 真的耶 有比賽 真的可以這樣玩耶 有比賽 然後就一頭站進去 開始花這些錢 然後買這些這樣子的溜球可以練 那時候你到國中就是很容易 爸爸媽媽就希望你念書 這是一定的啦 希望你考好學校 那溜溜球就沒辦法加分 你練幹嘛 比賽還沒有錢 對 說的也是 而且應該有分什麼什麼 比如說競技型的溜溜球 我現在有點感覺 有點感覺到那個感覺了 什麼感覺 什麼糖糖那邊嗎 要少吃一個 因為我們現在 像我們都已經長大了嘛 可是我有兩個姿子都是 一個國小一個國中 他們現在很喜歡玩那個 寶可夢那個卡牌 因為那個也沒辦法賺錢 而且可以賣卡 除了賣卡以外 除了賣卡可以賺錢以外 他們也是很瘋啊 然後就說不要再瘋這個 對啊 可是那個年紀喜歡 就真的就很想一直玩 對 那那個時候就是遇到阻礙 然後但是 你還是不顧一切 在2007年 獲得第二屆台灣溜溜球大賽冠軍 直接冠軍 才第二屆就拿冠軍 我參加他 第一屆的時候 是第六還是第五 然後我想說 應該有機會再P一下 其實雖然聽起來 冠軍很厲害 但其實實際上 那個組別參加差不多 12 13個人而已 可是他代表 都是很尖端的人 對 對 對啊 也是不簡單耶 運氣很好啊 你算六二球學霸吧 反正可以拼命幹 他就 就幫走了 對啊 你算學霸欸 我覺得 剛好那年有個評審特別喜歡我的招式 然後給我比較多的分數加成 對 你們六球是怎麼判那個招式的啊 有分 就是技術分跟表演分 不是啊 因為我是想說 我以前都是什麼地球自轉 螞蟻上術什麼鬼的 那你們是真的有分 兩個幾分 兩個幾分嗎 就是正常比賽會有三分鐘的時間 簡稱freestyle 但其實我們都是誰好的 自己排過的啦 對 然後就按照你的分數難度 去加分跟扣分 然後還有一個評審會特別看就是 也知道是要完整度啊 颱風啊 自體運用 不知道為什麼你剛剛講到 有一個評審會特別看 我腦中浮現的就是羅拜吉的臉 那六球是可以battle的嗎 六球是可以battle的 但是他就跟街舞一樣 因為我玩劍玉 那劍玉的就是幾乎都是用battle 也沒有說 純表演然後評分就是 一打一這樣子battle 但近幾年六球的評分比較接近 你想要讓他以後變奧運的比賽項目 對 所以開始趨近於比賽 比賽有點像是 技巧就要更高了 體操吧 你說在一定時間的要完成一些招式 我覺得會類似玉女體操那種東西 就是他有很難的招式 你做的完整性很好 的話一定會加分 還有就是你整個表演啊 流暢度啊 面部表情 你給人的感覺 這邊就有說嘛 世界流流球大賽的評分項目 有這個技術分 就是technical execution 然後還有這個自由花式的評價 freestyle evaluation 其實就是整個你 就你這三分鐘的 你可不可以用流流球做一個 很完整的表演 然後呢 沒有什麼失誤 然後又有比較高難度的動作 都有做到好的話 分數就應該比較高 應該就是一個綜合評分 老師可能演藝要去練一下了 你以為他會有演藝嗎 因為我看到那個 那個什麼掉單槓什麼的 就是他不管他前面做的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最後那個就是要落地的時候 一定要笑這樣子 然後落地 不管那個落地有多麼的辣場 下去了 起藍帶出現一定要笑 對 也有可能 那些都是表演評分 對 都是表演評分 有嗎 六六球現在有這個想法 還是目前還沒 六六球反而還好 因為玩都是男生比較多 所以大家都是想要耍帥 耍酷表 哇 不知道為什麼我又出現羅百姬 老師第一次街頭表演是高二 本身也是街頭藝人 就是那個時候拿到冠軍之後 就人家有嗆我說 這個又不能當飯吃 馬上把一個六六球拆開 我們裡面放了一口飯 中午的祭司飯放在裡面 只是當碗而已 然後就是想說 有人像你不能當飯吃 然後就去想說 試試看在街頭表演 剛好那時候我兩個朋友 是街頭藝人 就說你要不要來賺錢 來考試試看 然後就 真的有人投錢耶 什麼態度 而且會有一種 我以前都要 就是我以前要買六球 要跟我爸爸討論 可是現在我自己賺錢 不用 想買什麼就買什麼 對對對 去跟六六球造型的便當盒都可以 所以就是 但是基本上還是賺零用錢的程度吧 應該街頭藝人六六球 那個時候高二 應該還沒到可以生活的程度 在街頭 尤其上台北 我那時候就是來 板橋念台藝大戲劇戲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在西門町 在信義區 遇到很多前輩 他們其實 收入都不少耶 就覺得 其實我把自己的表演在精進 是有機會 可以闖出一片天的 而且因為現在 漸漸的大家在街頭 看街頭藝人表演的那個 就是 搭賞的這個文化 應該是流行了 其實台灣的風氣很好 對啊 像我也都會 應該算滿友善的啦 我也都會給 我在路上看到街頭藝人 我只要停留超過三分鐘 我就給一千塊 真的假的 因為有些人要 給一千塊 我就當作我看了一場 一千塊 我當作我看了一場秀啊 我就給一千塊 其實要讓你住 趕快掛一下 幹嘛你要去考是不是 你先把你的鞋子的藥 給我記得吃了 你記得吃一口 就給你千塊 不是啦 因為一般人 像我的話 像我的話都是一百 過五十 我之前在那個 在那個 我之前有給過一百 我大部分都給五十 我之前給過一百的是 他真的很屌 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 那個 淡水那個 就是淡水那個 漁人馬場那邊 然後他後面有一個廣場 那天太陽很大 直視太陽是二十秒 給你一塊錢 晚上休息好不好 他把自己彩化 就是他全程都彩化成那個 然後他騎那個 單腳的那個 喔 單人車 騎動交向 對 我會覺得說這個人真的是 我不要說二十 我不要說在那邊 待一個小時 我一分鐘都不想待 我就說好厲害 很辛苦 我最多最多給一百 行為一 最多 老實說過 最多多少 真的有人給一千嗎 真的會有人給一千 一定有啦 很多人給 很多人對這種表演的那個 是比較願意的 好不好 不是 我覺得 我覺得 尤其表演人員會更願意 給表演人員多錢 對對對 會比較長 像我就是覺得 欸 遊戲 遊戲的 爛 我覺得還是有 功 所以我還是會去 買遊戲或者是 客機那種感覺 對啊 對啊 因為我知道他們 他們的功有多厚 對對對 有多難 所以就是 有一些前輩然後看到 你這邊的前輩是說 街頭藝人前輩還是 也是溜溜球的人 對 街頭藝人前輩 比如說那種大鐵環的啦 喔 他們其實 哇 那個每天收入都嚇死人了 也是啦 在那個時候啦 現在因為疫情關係 其實都有影響 逛街的人比較少一定 那有溜溜球也在做街頭藝人 跟你一樣的嗎 還是後來才有 比較少 說都被老師擊落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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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nny 今天假如看到мен 沒有看過 把他溜球打覽 那真的很少 因為第一個 他的技術門檻很高 然後第二個 你好練到會表演 你很其實 光是你很會表演這件事情 其實你很容易被扯靈的吃掉 喔 扯靈的那個觀感性可能比較大 很沒事的 我會想到 我以前真的蠻常看到扯鈴的街頭藝人 現在好像也沒了 還是有啦 還是有 都轉去舞台表演的吧 就是特別邀請的吧 街頭的好像 可是一些新人還是會在街頭 在街頭還是比較容易去 太早出門了 對 有可能 而且老師剛剛講說 就讀了那個戲劇戲之後 成為表演者 然後會希望說可以把流球帶進劇場 這是當初想要跟教授講的話 那教授怎麼說 你教授是哪一個 我去跟他講一下 搞不好我認識 教授教授在那邊哪裡有什麼打中 就那時候比較反骨吧 就會覺得說 你覺得這是玩具嗎 可是我覺得它是藝術品 那如果有辦法把它提升到一個 不要有藝術的層次 那我就有機會說它是藝術品了 那教授說 沒有啦 不敢講 的確我在大一的時候 我開始做街頭藝人 的確有教授在全班的面 就當著大家說 喔 楊仁慶就是乞丐啊 對 就這樣子喔 這麼硬喔 其實那時候很受傷 然後後來我想說 我一定要為了 不要被看不起 所以我要變強 然後有一次我真的邀請老師 來街頭看我邊 回去之後他就 改觀了 他說你乞丐中的霸主 那是什麼 還是乞丐 還是我會溜就覺得乞丐 超過分的 但是老師有改觀啦 對 可能他們那種 老的那種表演者 不覺得說在街頭那樣子就是 劇場然後街頭 沒關係 不用跟他們計較 他們入途比較早 沒錯 台灣也有的溜溜球玩家 正在擔任這個太陽馬戲團 什麼Curious的溜溜球表演者 對 直接前輩 那是前輩 對啊 那其實就是 等於說把溜溜球這個元素 帶到表演裡面 其實他就是一個 他就是表演了 他就是一個特技雜耍的 一種道具 算是在馬戲的範疇裡面 馬戲的範疇 對嘛 對啊 所以我覺得就滿厲害的 那這個 大學期間努力練習 這個在街頭表演 然後有很多成果 這個有爭選成功是 2010台北花博表演的街頭藝人 所以他是有一個 是活動就是 對 2010花博開幕的時候 對 那時候有個專案 就特別想要扶持街頭藝人 通過街頭藝人去打造一個 新的表演 那時候就幸運 運氣很好 有造型師還有 音樂設計加入 在這個團隊裡面 專門做一個 for你的表演的節目 對 在花博開幕的時候 那的確在街上表演的時候 就會很不一樣 因為東西都是原創的 因為以前都會放 以前都會放音樂 我還放過那種少女時代的音樂 對 反正就是這個表演 就是所有的東西都是原創 全部都團隊一起討論出來 那一定很爽 那會跟其他領域的表演者 一起合作就對了 對 那一定很酷 對啊 而且是花博的開幕表演 那時候花博剛開 對 那時候還滿大的 然後運氣很好 其實那時候也是一個推手 也是一個前輩 也是用手推測嗎 沒有 推著參統 說你應該去 爭選看看 一樣的表演 幫表演 開幕表演 用出來 就是他那個時候要去當兵 然後問他說 我要不要去參加這個爭選 他說反正你現在大英也沒事 你就去啊 對啊 怎麼聽起來有點痠痠的 還沒失去啊 沒失去啊 反正你沒事啊 你現在沒事啊 你就去啊 國立你可以去嘗試看看啊 嘗試看看 除了這個 剛剛的花博表演 還有這個 鑽石夜總會的節目 然後還有這個 中國達人秀 對 然後還有這個 跟馬前總統參訪 非洲友邦 去街頭表演 對 沒有在國宴跟橋燕上面演出 國宴上演出 而且還去過亞維農耶 法國亞維農街頭表演 大事了 可以去亞維農表演是 像我這種爛貨就還沒去過 亞維農可以 我只能在 就是寶勝路 這裡 亞維農 亞維農是 亞維農在法國的一個地區 然後他們每年都有一個很大的藝術節 然後是世界各地都會去的這樣 而且基本上是受邀團隊才能去 或者是你報名 然後征選過了才可以去 但那個時候比較像是偷吃部啦 就是有個團隊要去 然後我就搭他們順風車 在行李箱裡面嗎 沒有啊 我就來是議員 然後睡他們的客廳 然後他們在劇院演出 我在街頭當街頭藝人 還是很厲害的啦 這算是不錯啊 然後感覺體驗很好 那條那邊會有很多街頭藝人嗎 超多 超級多 而且因為那個樂 有一千多個劇團在那邊演出 大家為了要門票嘛 所以就是都上街宣傳 其實那競爭非常多 就很多 對 很刺激耶 那個街頭藝人界的天下第一舞蹈大會 沒錯 好爽耶 在那邊活下來就覺得 應該算是有實力了 目前還有金獅世界紀錄 溜溜球抽餐巾子 跟溜溜球打硬幣的紀錄排名保持者 對 沒錯 溜溜球抽餐巾子 你很荒野耶 是怎麼樣抽啊 抽餐巾嗎 你今天要來示範一下了吧 其實是抽餐巾啦 抽餐巾 然後打硬幣 然後現場可以直接來一下是不是 可以啊 可以直接來 但是打硬幣是要放在哪裡 放在耳朵上 蛤 對 你的耳朵 應該是紅生耳朵啦 沒有沒有 我耳朵擺不了硬幣啦 耳朵太大 耳朵對硬幣過敏 你擺上去耳朵直接腫起來 變這麼大會很好打 所以放在耳朵上 然後可以用溜球把它打掉 對 那我們今天可以有榮幸可以幫 我們是要放在誰的耳朵上 我們先抽餐巾 我們先抽餐巾 先不講誰要被打 OKOK 好 那就先請老師 好啊 直接過去嗎 來來來 我就直接在這邊嗎 抽三軍是什麼意思啊 其實就是像綜藝節目一樣 就是 把它抽掉 桌巾 可是用溜溜球 溜溜球 溜溜球有個招式要狗咬 它是可以卡在布上面的 哇賽 對 真的耶 然後用這個技巧呢 直接把桌巾抽下來 哇 哇 哇 像這樣 哇賽 你 好脆喔 你可以去亞威龍 你可以去亞威龍 羅百姬下來了啦 對 而且他用超脆 他說有一個叫狗咬 直接就咬起來 超脆的耶 它的原理是什麼啊 它的原理嘛 就是瞬間增加摩擦力啊 然後那個鳳鳳會咬進那個布 喔 太厲害了吧 會咬進那個布 你說線會把布帶進那個球的 那個綁繩的地方 真的 它咬住了耶 不知道有沒有把特寫 就是它就會咬進去 哇賽 沒有 再一次啦 我想看玻璃杯被打爆 老師 老師右邊的那個藝毛 是不是在練狗咬的時候 已經被拔光了 都拔光了 平常是不是都用這個幫別人挽麵 還要幫你挽麵喔 還要再看一次嗎 好厲害 再一次 好 來喔 好帥喔 好帥喔 但是這個紀錄最難的就是 它會咬住 所以你要花時間把它扯開 這最難 最難是前面那一個立方吧 最難的就是狗咬在上面 你看 達人的差別也有了吧 周三金子已經很驚悚了對不對 感覺很驚悚 已經有一個蜘蛛人的感覺了 對啊 那這個 硬幣的話 我們是要打誰 怎麼辦 這個要 打我 打我 一開始不是要打百千嗎 還百千出來了 哇 天啊 對 那時候在挑戰紀錄的時候就是 八個人 站在我前面 然後最後 挑戰完之後剩幾個人 沒有啊 大家都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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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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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微淺傾 稍微微淺傾 OK 現在它真的很近喔 它真的很近喔 這樣OK齁 好來囉 就慢慢接近 哇唷 哇唷 還好嗎還好嗎 這裡這裡這裡 嗚呼呼呼 這個比 海底撈的撈面還刺激 嘴話 海底撈的撈面還刺激 嘴話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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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賽 但是那時候挑戰的時候真的是很有壓力 這個怎麼練啊 這個就真的是找同學了 喂 你不能放在櫃子上練喔 你要找同學 同學還在嗎 同學都還在 還在 還在 其實這東西 你剛練的 去畫畫了 去畫畫 畫一些信桃花這樣 因為耳朵已經沒了 還是同學變小叮噹 沒有耳朵 其實這東西很像 拿筷子啦 就你拿久了之後就知道要怎麼去夾東西 可是你一開始 你拿這個跟拿筷子比 你一開始練 不準啊 那你同學怎麼辦 他就這樣 一開始就這樣 不要動我不要動我同學就 好不要動我就 有了沒有 有了沒有 打掉了 打掉了 屁啦 一打到臉這樣 快點 快點 打掉了 可是我剛剛看了一下 感覺那個 耳朵好像沒有到很快 你有抓一下 它其實是可以慢慢瞄準的 自己可以慢慢瞄準 還是很快的 不像狗咬那個 狗咬那個 那個力道 可是那慢慢瞄準也很可怕 你每次只微調一點 因為 他裡耳朵只差一公分啊 而且你等於每一次 溜球丟去都要直的啊 因為如果你靠近一點 然後你一個歪掉 往旁邊飛的話 對不對 百千直接變成 百千 少一橫 我想說一橫可以一點都沒了 變約千 被打總了 而且 老師還有這個 世界溜球大賽 地球自轉項目冠軍 我會稱之為第一名 對不對 在溜球圈子裡面 不要亂講冠軍 因為隨時都有可能會有人超越 因為 我參加的是一個小比賽 他就是地球自轉 就是 大家都平常知道的那個空轉 對 這樣子轉 然後你的記錄是29分45秒 對 那時候就用 我連手這樣抬就29分鐘 我手都要斷了 你還可以讓他轉29分鐘 你轉29分鐘 怎麼可以轉 就是用這顆溜球 其實可以拿來看他比較重 就是他本人 這顆溜本人 對 他比較重耶 不然以前 以前 小心 以前這一顆多少錢 以前好像都比較重的嗎 3000 以前好像都比較重的 以前好像都比較重的 是嗎 沒有 我都是拿 很重耶 很重耶 好像環老師 那老師得獎的 很像奇亞的溜球 我沒有拿過奇亞溜球 沒關係 我沒有 所以他可以 他可以轉29分 按照物理的話 就是 質量越大 慣性越強 所以他就轉很久 平常溜球都是差不多60克 70克 那這個就200克 那還有更重的嗎 還有更重的 可是更重可能身子就很容易斷掉吧 我覺得這是機嫌值 磨損的問題 那像比這樣子 地球自轉的比賽項目 有規定 就是都要這個200克的 還是你就自己帶 都可以 那那個時候 我記得台上有十幾個人拿這個溜球 這個就是大家覺得是 平均起來 公認最好轉 轉最久這樣子 不簡單耶 但他還是會有一個 一個小美角在 我隨便拿一顆球好了 等一下喔 超好多喔 這盒子是你自己切的 就是 就是拿球啊 其實他有個動作要扭繩 就是我扭繩的時候呢 溜球會偏 這樣有辦法拍到中 拍到他的正面嗎 他比較偏左 往左邊偏 現在會往左邊偏對不對 可是我往這邊扭的話 他會再回來 等一下 這樣叫扭繩 微微的回來 開始回來了 回來了 那我那個半個小時就是 都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你一直在微調 一直微調 讓他保持在中間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練習 練到手發炎 因為你手都不能動 然後要很專心 要假裝自己是石頭 然後你在比賽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個心跳 也會影響到那個溜球的旋轉 所以你要先不跳 心跳先不跳 先跳先不跳 跟櫻柱一樣 現在上次也心臟不會動 這樣 就要盡可能的就是放鬆 這樣子 很不簡單 真的很不簡單 好可怕喔 這邊還有超多溜球 剛剛前面有一題 我也蠻好奇的 我們把它 想問一下第一顆 第一顆擁有的是什麼 第一顆溜球 剛好有帶來現場 第一顆 跟我的第一顆是一樣的 小旋風 裡面有十字鋼珠 這就是我摔爛的那三顆 真的嗎 我摔爛的就是這三顆 很貴耶 199耶 那個時候 然後後面是32種燈光變化 差不多 沒錯 就是我們以前用的 我還記得我以前是 我以前外面是紅色的 還要打開包裝 我就是這個 還沒有打開包裝 你這個很 你這個創架很極高 你不要把它打開喔 這古董喔 古董 武裝級小旋風 因為以前都是這種 然後它會有那個 LED光 對對對 那時候超炫的 然後因為是羅百吉代言嘛 所以後來我遇到羅百吉本人的時候 我就請他在溜球上面選 他竟然有百吉的 那你要不要請百塊 他怎麼簽韓文啊 看錯看法了 那百千要不要簽一下 百千不要弄一下 還是百千簽一下生死狀 再來打一次 我打 幫我打 真的厲害 真的厲害 我覺得蠻多人 入門的確是那個 為什麼現在都沒有人出這個啊 因為 以前的溜球它有個系統叫做 然後就是十字鋼珠回收 十字鋼珠 以前的溜球它是 十字鋼珠卡死一個軸塵 然後它在空轉的時候會有離心力 它那個 會往外 然後中間的軸塵會旋轉 比較沒力的時候它會回來卡住 可是後來這個東西 你要練招式的話 最多溜球就轉半分鐘或一分鐘 然後後來裡面就現在都做軸塵 鋼珠軸塵所以可以轉比較久 不常因為我以前 我以前轉的時候 下去的時候是很有力道的感覺 可是現在都是 都沒什麼感覺 就是下去就下去了 不知道怎麼講 後來溜球裡面都是做軸塵 肌肉飯嗎 不是啦 像小扯鈴的感覺 對 然後這個軸塵會旋轉 它就不做十字鋼珠卡死了 十字鋼珠卡死了 十字鋼珠卡死那時候是為了要回收吧 那時候技術 做溜球技術還沒有那麼好 好 這個 在這一part結束之前 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疫情期間 街頭藝人過得很辛苦 對 但是去年年底鬆綁之後 大家就比較願意逛街了 這樣子 那希望大家就是可以 就是 多多支持一下 其實不只是 66球老師的表演 很多其他的街頭藝人 也有很多這種記憶型的 不知道有沒有講好幾問題 老師都在哪裡表演 我嗎 華山比較多 華山文靠圓圈 華山 最近去兩次啊 都沒遇到你啊 你才去兩次 你才去兩次 我最近啊 白天啊 你都晚上是不是 都下午時段 下午時段 我怎麼都沒遇到我也是下午啊 因為我們街頭藝人現在越來越多 所以大家就是有排班的 所以不見得去的時候 剛好輪到我 那華山會在哪一個區域呢 還是就隨意 看華山安排 對 安排在哪裡 就是這樣子 好 那這個 現在我們今天不進廣告了 因為我們內容豐富 沒錯 我們這個 讓老師來帶大家初步一下 初步認識一下 因為有可能今天看了這一集 搞不好他們以前沒遇過 沒有 可能聽過 但沒碰過 今天可以跟他們解釋一下嗎 比如說 各種不同的形狀 然後 材質啊 然後還有一些 這種 一些術語啊 之類的 幫我們解釋一下好嗎 術語術起來 術語術起來 沒有啊 好漂亮的盒子 我覺得溜球 如果你上維基百科查的話 他說他是 世界上第二古老的玩具 僅次於洋娃娃 所以他從那種 西元前五百年 在希臘的那種 磁盤的下面 就看到有溜球在玩的那個 圖彎了 算很早的東西 然後 最早就是這種 木頭溜球啊 我以為他是馬帕龍 都可以拿拿看 都可以拿拿看 這是木頭的 對 一體成型 那時候用木頭去膠 然後後來就塑膠了 小時候看那種 電影或戲劇出現的溜球 可是這種塑膠看起來有點廉價耶 我是說 可是就比較好去 應該說 塑膠的摩擦力比較小 那以前的溜球 它裡面沒有軸層 就是單純靠 繩子綁住的軸層 那塑膠的摩擦力比較小 它就可以轉比較久 然後後來才有軸層 然後才開始有這種 蝴蝶形狀溜球 所以這個是蝴蝶 這應該比較常見的 蝶翼型 蝶翼型 然後一種是叫蛋型 然後就是後來就是 大家知道 應該是剛剛講過了 就是它慣性越強的話 質量越高的話 慣性越強 所以後來就有金屬 全金屬的溜球 哇塞 你不跟我說 我以為是個裝清酒的小杯子 我以為是那個 英國人吃蛋的那種 英國人吃蛋的那個小盤子 然後 很像耶 很酷耶 然後為了要增加配重 比後來還有那種金屬球 可是旁邊有金屬環 這種就更貴了 配重就更高 這可能就是300吧 500 然後這邊1300 你說價錢還是重量 這個叫3500 然後後來還有那種 鈦合金的 這個就要1萬塊 可是鈦合金不就變輕了嗎 可是它就是可以在更大的 這個體積然後塞更多的流輪 應該說 那怎麼講啊 當然第一個它比較耐 比較不容易摔壞 然後第二個 它可以做得更大 在一樣的重量下 然後你就可以有更大的面積 去接那個線 懂意思 但是其實鈦合金其實 滿像是噱頭的 對嘛 像說如果是說 要更重的話 要配重 配金屬環配重 那鈦合金不就變輕了 那個金屬的優勢不就沒有了 他就做一個這麼大的 然後 然後 太難了吧 太難了吧 狗咬狗咬 狗咬 狗咬你會整個人 直接變學祖 狗咬 然後狗咬 我手被咬掉了 太扯了吧 我的確有想過要做 一顆很大顆流流球 對啊 你自己做 對 我自己預計 我現在31歲 我自己31歲 然後現在我想要34歲的時候 做一顆全世界最大的流流球 蛤 然後我要 然後我要用 起重機去玩這個流流球 哇賽 這是我目前計畫 你不要偷講耶 我們觀眾學走怎麼辦 沒差 沒差 先地球自轉29分鐘再說 有趣耶 那你有想過出個自己的流流球嗎 自己的配色什麼的 有在想 可是我會覺得我要做的話 因為其實說實在 這都是大陸工廠來做的 對 其實很多流球玩起來 其實手感大同小異 所以我後來是想要 就是因為大同小異 所以做一個自己的樣 對啊 也不怕那個 就是覺得 我不想要做一個玩起來一樣的東西 想要做全木頭流球 然後可是 玩起來又可以像這個 這個那麼好 就是兼具收藏價值 然後又有美觀 又有實際的操作 之前有找到工廠願意幫我做 結果後來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都跑路了 那就 我們就先不要知道為什麼 可能要跟他講 我最近在看那個 黑錢聖地 對這種東西有點敏感 然後像這種流流球 他是 可以 就是直接這樣 哇賽 什麼意思 他就可以這樣玩了 所以他把旁邊的這個球體 也裝上軸層 他就可以 這樣抓著這樣玩 所以說如果他 丟下去的時候 他也會因為這樣子 轉速比較高 其實還好 但他就是多一個玩法 一樣他也是可以像一般的流球一樣 不是 我們說的是一般的流球玩法 不是 不是 我們說的是一般的流球玩法 有啦 身中搖擺 這個不是一般的流球玩法 這個可以 比較一般的 螞蟻上速 這個比較偏向奇亞 好酷喔 還是可以收回來 好厲害喔 老師 隨便弄 就很夠了 直接屌打我們一擊的分量 就喜歡玩 然後這個流球 中間有一個凹槽 他可以做頂止計 我可以站起來嗎 你可以站起來 你今天說光這 你最可以的 你想幹嘛都可以 他是 我這樣可以 還是我們要 等一下他可以這樣子 哎唷 頂在手上 對對對 然後他可以做 有個招式叫DNA 可以 是這樣子的 等一下 可以 太帥了吧 學生招式好屌喔 攝影機剛剛有沒有拍到喔 這應該是新的招式 因為我們以前 沒有聽過這招式 新的新的 我在玩 我在玩那個 六六球的時候 我還不知道DNA是什麼 有啊 去兩個當時 不是我說DNA DNA這三個字 我那個年紀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還厲害了 好厲害喔 最新的玩法 哇 好厲害耶 所以有一些是用繩子做的 有一些是真的可以 像 你說這個叫指什麼 頂止計 頂止計 頂止計是以前沒有的 對 就新的 因為像這種彈型的 異型的都沒辦法 對啊 沒有一個凹槽 然後後來就有凹槽 沒得頂 對 老師你真的沒得頂耶 真的很酷耶 所以材質就是這個 所以技術怎麼學的 上網學的還是 還是 幹嘛啊 想學啊 他教你啊 他教你啊 突然上學了 我說這個技術是上網看沒學的 還是自己有發明什麼 通常都是上網看 上網看 然後我覺得這東西 就有點像數學吧 就是你學會公式之後 你會去推倒 融會幹通之後 就可以去自己發生 那有沒有你自創招 自創招 我覺得六球自創招 講起來都會很 很虛虛的耶 因為那個東西 搞不好也 沒有啦 因為這是那種很小很小的東西 很小很小的東西 我有個自創招 可是這東西 應該沒什麼人看得懂吧 可以 難的地方大家看不懂是不是 它是一個這樣子的過程 這是我自創招 蛤 什麼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我還沒有幫他取名字啦 那他就叫什麼吧 他就叫蛤 什麼 等一下等一下 結果我真的有點看不懂 你在幹嘛 你有換隻頭耶 一般是這樣子啦 這個叫九萬十八拐 對對對 但我那個時候 做了一個東西 東西是這樣繞過來 然後再把它解開 對 很小的小動作 對 所以 如果今天就是 把大家的臉都蒙起來 只要認這個小動作 就知道是我 很小很小 但有在玩的就會 感覺的出來 這是特別加進去的 可是那個東西 在比賽是沒有分數的 但是我自己自己 個人很想喜歡 這個比較算是 一些自己的小玩法 那個叫什麼啊 陳明招或者是 比較個人風格招之類的 就是 你會出這招 就跟街舞一樣 有些人就特別 他只要出彎刀 他得彎刀 大家就會看懂 就知道是他之類的 那種感覺 我之前在玩監獄的時候 我也自己發明了一個自創招 我也一直洋洋得意這樣 結果後來看到一個 大概六年前的影片 有一個法國人 跟我做了一模一樣的事情 很常這樣子 把我的監獄群折斷了 不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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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力氣很大 我們Battle都是這樣 我們Battle所有就是折劍 好生氣喔 好生氣喔 我們這個 要請老師來這個 這邊有很多耶 就是主流花式 有1A 2A 3A這些東西 對 他就是造勢的不同的玩法 有辦法跟我們解釋一下嗎 這邊1A是說 1顆球加1條線 其實就是比賽的分類 比賽就用這些來評分 對 他除了藝術師 老師會在那邊的空 空 空會幫忙 在那邊嗎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好啊 但我要拿溜球的時候就怪拿 可以啊 可以可以 我們這邊很free 你想溜一溜去那邊 拿個飲料喝都可以去 他抖成那便當沒吃 你還餓的話 你還一眼就可以把它吃掉 都可以 都可以 在哪裡啊 攝影機看喜歡哪一台 直接帶回家 好 1A就是 他雖然是說 單手線上花式 可是他是指 一顆溜球 然後去做線上的技巧 然後通常是拿這種 蝴蝶形狀的溜球 對 老師慢點 線上的技巧 所以是跟 球在線上做技巧這樣 對 其實他有點像扯鈴 就是做一些線上的變化 我的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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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旋轉啊 彈射啊 這些都在EA的範疇裡面 好怪 我也有問題 要是那個評審不會溜溜球怎麼辦 評審不會溜溜球 去評審 他不會讓你很專業啊 這樣很好 不會去他屏屁 根本看不懂啊 怎麼看得出來分數 好怪喔 EA 因為我本身是EA玩家啦 所以他其實並不是難度的差別 對 他比較是分類 等一下喔 斜的 對 斜相技 等一下喔 沒關係 我們根本看不出來你失誤了 我們今天唯一有可能看出你失誤的 就是你把百千現在還在流鼻血 哇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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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媽啊 我不用去亞維農是可以看到 亞維農本集的表演啦 太猛了 賺了 原來我今天不是來用核 我今天去法國 我本來講說EA 嗯?是核牛嗎 那是A1 那是A1 A1 然後2A就是變兩顆球 然後他就是拿彈型的溜球 彈型的溜球因為他比較窄 他比較好控制方向 所以可以一隻手然後操控一顆溜球 所以起壓就是2A了 對對對 雙重快打 對啊 這我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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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這感覺打架很強 哇塞 這什麼打架很強 這誰敢靠近你 這領域展開了 而且又是銀色的好酷喔 環遊世界 我的媽 然後還有這個男師自新 哇塞 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 沒有人看得出來 我以為你狗咬線 狗咬線 這招叫做什麼 小招很招 欸老師是不是失誤了沒有 這招叫狗咬線 來喔 再來一次喔 再來一次喔 這好帥喔 還要摩天輪 對啊 這怎麼有班到的啊 天啊 幽浮 真的很幽浮耶 好 這2A的玩法 然後再來3A的話就是 兩顆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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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有什麼數學啊 都是男手 他們說數學不太好 1A加1A給3A 你們 這種東西不會變直全越好嗎 然後我本身就不是3A玩家 所以我會的招式很少 對 所以就是稍微失敗一下 而且剛剛都有聲音耶 有沒有聽到嗎 很少在直播 沒關係 沒關係我們也很少在直播上看別人做這個 什麼意思 對 他就是做線上的技巧 就是線的技巧 但是是兩隻手都用1A來做獻祭就對了 然後其實他真的很容易失誤啊 很容易打折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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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魂獻祭 然後溜溜球有那個 這個經典招時鐘搖擺 然後現在有兩顆嘛 所以可以做兩個時鐘搖擺 我那時候 2019年啊 406球大賽就靠這個 得到全場的掌聲 兩個 時鐘搖擺 可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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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鐘搖擺加狗咬線 我想要上述一個 上述一個 上述一個沒有問題 來囉 然後有點打到繩子 太厲害了 老師 哇 好險沒有打結 3A就是雙EA的 EA的技術 然後兩手一起算 然後4A是離線的玩法 就是我們現在把我們的網路線直接罷掉 大家都看不到離線的玩法 4A離線花式 他其實就是大顆的溜溜球 然後他就沒有綁在線上 蛤 對 有點像扯鈴的玩法 然後他就像陀螺一樣把這個線 固定住 然後這樣繞 然後把它固定住 然後把他丟出去是不是 對 然後就丟出去 像這樣 然後他就做一些 也是這樣 這就是扯鈴吧 可是因為溜溜球他可以回來 所以溜溜球他可以回到手上 這真的比扯鈴還扯了好不好 喔 他可以回到手上 回來了 所以線可以離開 對 他也可以做很扯鈴的動作 喔 所以有些扯鈴的招 是可以應用在這個4A的上面 其實我覺得現在就是溜球跟扯鈴 互相抄來抄去的時代 喔 OK啦 就是 喔 喔 真的耶 這個是 好像是扯鈴常見的招式 喔 再一次喔 這個叫抽球 哇 這個好扯喔 然後一樣 這顆球設計 頂指的空間 哇賽 等一下喔 再一次 再一次 哎呀 要是平常他平常放在文具店裡面 我以為那是 拜拜拿來放蘋果 對 這顆一樣可以做頂指 然後也可以做4A的DNA 好扯喔 哇賽 好扯喔 然後4A是離線 離線 然後5A是離手 離手 離手 離手啊 離手 5A就是 5A的玩家比較爽 因為大部分5A玩家是會念力的 對 5A玩家都浮在心意確訊上 其實他也不算真的離手 他就是沒有綁在手上 他綁在一個重物上面 那我都會綁在一個骰子上面 所以他可以做有點像雙截棍的感覺 哇靠 等一下喔 哇靠 老師如果你在江戶時代一定是用鎖鏈的強者 對 如果追殺別人找你去拍的話 你會把烏馬蘇曼打死 好帥喔 那個女生也叫Yoyo對不對 真的假的 她Yoyo還GoGo 好像叫GoGo 哇塞 然後他可以做一些很像活舞的動作 比如說這個 喔 Butterfly 然後還可以這樣 拋出去 接住 喔 我的天 哇 屁啦 真的是屁啦 真的是屁啦 怎麼樣 看得出來 下次要達人跟一般玩家的差別了吧 太厲害 太厲害 這到實況主跟休閒玩家的差別吧 我們以前國中最厲害的就大概螞蟻上處 然後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們這是1A到5A 然後是比賽的時候會拿來做評分的分類 比招式分類 比賽的時候會說我們今天的比賽是 1A組的2A組 會分喔 然後1A組算是最多人玩的 所以基本上競爭最激烈 那最少人玩的是哪一組 最少人玩的嗎 3A 2A是最少的 2A最少 2A他需要基本功 而且能做的東西是不是比較少 他基本功很多 基本功很多 反而 但是他花式是比較難開發的 而且你比較難達到那些前輩 因為真的很吃基本功 基本上你 看年資跟金利聯繫 對 你一看就知道今年誰是冠軍了 就你很難去打 差距很大 可是1A你還可以賭 1A他可能會打結或怎麼樣 賭失誤啦 就是比失誤 對 那就是比失誤 那1A是不是就是會有很多那種 台風啊 一些花式的表演會很多 其實1到5A都是 都要 都要 對耶 其實剛剛看真的每一個都 都要 我們外行的 看熱鬧的 我什麼都 真的是酷地 如果是在台上 在那邊這樣子 離手的玩法什麼的 我根本就還不知道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 對啊 沒有線 線沒有在那個 六二球上面我都看不出來了 欸 我覺得 我覺得5A超帥 5A超帥 這個離手的那個 有另外一個小骰子的那個 那個超帥 那個很帥 但打到手超痛的 喔說的也是 不是 不是你1A2A3SA 打到手都超痛的 對你這裡面拿一個 你那個狗咬 咬到我的這個 下臂的肉 我都會覺得超痛好不好 很猛欸 OK 好今天那個 喔 我們 我們還要來試欸 今天不是只要看 不是只看老師欸 可以一起來玩嗎 老師說可以一起來玩 我們應該還沒到玩程度 老師平常有在打運動嗎 可以一起來嗎 結果老師說欸 玩什麼遊戲 鑽石這樣子 那我錯 馬上 好吧 我們那個 因為小時候有聽很多 那個大家 狼狼上口的招式 可能都沒玩過六六球 但是也應該會聽過 什麼 時鐘搖擺嘛 剛剛那個 行行一來就說 他小時候會搖擺 然後 有沒有 然後還有什麼 鐵塔 鐵塔就是 偶罩我有印象 可是不知道 鐵塔是 他會弄得像個鐵塔 他會像巴黎鐵塔 他會像巴黎鐵塔 這個 他好像纏到大拇指 我有印象 可是 這蠻難的 這樣子啊 對對對 我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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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好像我以前玩那個 那個 橡皮筋也會 我也會弄成那個鐵塔 我會翻花繩啦 你們如果只給我繩子的話 沒有那個球的話我可以 這個單手心 魔術手套 是雙手心是不是 魔術手套 魔術手套是這個啊 這我 不知道 就是讓你在以為是打結了 那你把這個拇指拿掉 然後就可以這樣抽開 喔 這沒有 這也是型的 我以前也沒聽過 算是舊的啊 是嗎 在這本書裡面 你們腳本上面寫 小時候有印象的招式名稱 是楊仁慶老師小時候 有啊 很多都有印象啊 魔術手套 你聽過 魔術啊 魔術啊 魔術 對 剛剛那招魔術 你居然還留這本耶 給大家看一下 欸 這就是我之前留的髮型 說起來 我三年前髮型還是長這樣 我現在髮型其實還是長這樣 我小時候看到 就真的是這個小旋風的廣告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這個羅百姬 看起來有點像年輕的李連傑 OK OK 哇 你是小時候買留到現在喔 還是長大才去收的復刻 其實都有啦 都有啦 欸 老師這一刻就是那個小旋風嗎 這個就真的是小時候才留到現在 錄影帶 以前就是沒有影片 沒有YouTube啊 就只有這個 看錄影帶 然後剛剛才發現其實 那個時候還沒有 才看到一半喔 才看一半 因為它那個膠卷才一半 走到一半 那你要去 用那個跑車去倒帶一下 對 這個很值得收藏 老實講 這些算是 台灣的悠遊球上主流媒體的 第一個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滿值得的 欸怎麼樣 童城要考大學是不是 沒有啊 看一下 而且你怎麼一翻就翻終極篇 你自己這麼有信心喔 等一下就讓童城來試一下 很多招我都沒有印象 什麼反手炮 閃電快打有印象啊 閃電快打會有印象 是練具為沒印象 閃電快打 那這只是初期而已 閃電布丁 閃電快打是那個 閃電快打是那個 2A那個嘛 就叫2A那個 它一直可以這樣子 對 今天 行行來一下了 來一下了吧 你有沒有可不可以有一顆 不怕壞掉的 我們節目有啊 我不會弄壞 我不會弄壞 時間玩工作等也會弄壞沒關係 把它弄壞沒關係 所以這裡面的人都會喔 這裡面的都是基礎30招 就基礎的招式 都是基礎的喔 對 整個基礎的 好了別這樣 好像收起來 打一下啦 打一下快點啦 大家全班等你耶 打一下啦 那顆流氓球是誰的 是麥克的喔 那可以摔壞沒關係 他跟他說 不要拿我的臉要玩啦 這不會 這個不會摔壞吧 這怎麼會摔壞 不一定要看你怎麼摔啊 那一定會吧 對 OK 保持一下 你教我 這邊說他們希望我們可以 至少做到這個 地球自轉跟強制收線 強制回收 是繞過來那個收線是不是 其實我這邊呢 有三顆流氓球要 送給大家的 送 對啊 不用送吧 來吧 我覺得就是 這是我這輩子最愛的東西 哇塞 你這 等一下 他有一個 他旁邊 他只在順先而已 他已經太緊張 狗咬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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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你要送給我們的喔 對啊 你真的要送 不要啦 真的太貴了吧 不會不會 真的嗎 我有門路 有門路 有門路是不是 人家說 他有名字耶 換 換日輪耶 我的天啊 你才輪啊 這是什麼 換光流星 這是冰燕 冰燕 太中二了吧 哪一個 太中二了吧 我想要哪一個 我最喜歡這種了 我其實比較想要 冰燕 冰燕 最中二的那個 換 你說它是什麼 換日 換日輪啊 換日輪 那你要換日輪還是換 直接就 拿就走吧 真的假的 老闆說拿就走耶 白癡喔 老師 白癡喔 來賓一直送我們東西 結果哪個比較好 其實他應該是比較好的 喔 沒有啦 他應該要綁在哪裡 哪一隻手啊 其實這沒有標準答案 但是我會習慣在中指的中間 中指的中間 對中指的中間 因為中指的中間要做星星會比較漂亮 那是要朝內還是朝外 你一開始的時候你可以打一個伸縮結 就是這個圈圈 你要朝繩子這邊對著 然後把那個線拉出來 這樣這個圈圈就是可以可大可小 然後就可以直接套緊在你的 要套的地方上面 喔 我這邊已經卡了 我已經卡過了 好爛喔 聽不懂 我幫那時候 他就幫我們打好吧 可是他已經打好了 他要伸縮的話 他要穿過去 那這個線是要朝外 朝內 通常掌心朝上的時候 你這樣拿 繩子要在上面 繩子要在上面 對 老師你的繩子在好前面喔 因為待會 因為我比較習慣 帶前面一點 我好像已經要截肢了 我好像血已經流不過去了 那你可以鬆一點 你可以鬆一點 我很鬆啊 我做節目一直都是鬆的 我都網上跟後面 好 地球自轉跟強制修憲 地球自轉 我們是不是要去那裡 比較好弄 好啊 我們移動到那邊 哇賽 我也有這種溜溜球耶 唉唷 差點搞錯 所以我差點把MinePack摔下去 老師請 好 握溜球的時候 就要像握雞蛋一樣 把溜球握好 然後放到耳朵旁邊 然後就像 你撿到手的布 出布 等一下再會這樣往前出布 這樣 我怎麼會是這樣 喔 我的好晃 漂亮喔 然後除了 因為統神的溜球 是彈型溜球 你可以直接拉回來 對 可以直接拉回來 那你們就是要學強制回收 因為這種寬的溜球 它裡面是摩擦力很小的 所以你要學會 好厲害 所以它可以轉得比較久 可是呢 相對的你要 做一個強制回收 動作才能讓溜球收回來 What 好 我要換一個 我要做強制回收 我 我先用手回收好了 不強制 唉唷 那不是他的冰燕嗎 不是啦 這是我的換日輪 你難以用冰燕啦 老師我要怎麼讓他回去啊 因為他裡面是 但是比較沒有摩擦力的狀態 所以呢 要收回來 要像打陀螺一樣 你要先固定個點 我會繞過食指 然後繞進溜球裡面 然後再繞旁邊 然後大概繞七圈吧 把那個點固定住之後 再把這個食指放開 然後再繼續繞 原來是這樣 我想說怎麼繞 我都繞不完 這很正常 它沒有消失啊 沒有就直接繞 不用擔心 這樣還是可以 對對 那個圈圈不用擔心 這個要怎麼挑鬆 我們就打個 打聲縮解 我們這樣好像又右斑耶 我們好像直上 這樣 強制收線怎麼 是怎麼 OK 怎麼跟那個步驟 我覺得我們停下來做也許會比較放鬆一點 你就不用很緊張想說他會不會停 好 就把溜球放在最下面 就讓他停下來 沒有 無所謂 然後食指放在線的中間 對 然後上面這條線往下對折 然後繞進溜溜球 那如果右球一直旋轉怎麼辦啊 就要停下來 他升空的 你說停下來 stop stop 你可以摸他啦 然後繞過溜溜球 然後 右手盡量靠近溜溜球 右手盡量靠近溜溜球 對對對 我只 老師我覺得我們就讓他轉好了 沒有你就是 握著他 然後這樣子 直接站過來對折 對折 這樣吧 當溜溜球垂在那個線的下面 然後再來上面這邊捏住 捏住 然後右手慢慢往上拉 然後你就看到繩子捲起來了 如果這個時候溜球還是旋轉 他就會自己爬上來 你說 是嗎 因為他裡面有個回收系統 看為什麼我的溜球一直轉來轉去 中間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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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溜溜球 對 然後 等一下 等一下 成功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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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那樣成功了嗎 還是我被狗咬了 蘇智翔 被狗咬了 他這邊慢慢往上拉 然後他捲起來了 手就被捲進去了 如果現在溜球還在旋轉 他就會 撲的一聲 跳上來 我怎麼光這樣就會打結 他怎麼沒有跳上來 我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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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打結了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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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小結 怎麼辦 因為他玩久了會彈性疲乏 尤其在溜球一直旋轉的狀態下 那這個要怎麼辦 電話線 我覺得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把線拿開 然後這樣子順 大概順個三次就好了 就是讓他比較那個 對 所以你要回到就是 但我現在應該要這樣 對不對 我現在應該要讓他順一下 反了嗎 反了嗎 反了 這樣這樣這樣 不是 這邊要拿掉 好不容易才站上去的 老師我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的人手都轉不上去 為什麼 你剛剛沒在上 你沒在拚 不是啊 我這個怎麼轉不上去啊 你要先第一圈繞自己手指 繞過十指 第一圈繞過十指 對 然後繞旁邊 繞旁邊 繞七圈 好 然後繞換七圈之後 他應該就固定住了 然後這個圈就可以放開 然後再舉 這樣子喔 是吧 是吧 你好像 不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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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用啊 怎麼用啊 好 這個繞過十指 然後繞進 六球 然後繞旁邊 然後繞七圈 我要成功了 我要成功了 可是這樣子就 有耶 有耶 有嗎 真的嗎 有 我有點偷出 因為我拿了大概四分之一的先 那 但是我的概念是對的對不對 對 對 更高 然後手要拿走嗎 對 他會有一個起來瞬間 你就放開 左手就離開這樣子 我懂了 我懂了我懂了 我可以了我可以了 差一點點 你可以再給他更多的動力 就是我下去的時候可以給他 對 對 他動力很強很強 他好像真的是一隻瘋狗 對啊 瘋狗咬 你看瘋狗反應這麼大 來囉 來囉 從前面繞過六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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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很難 附近 真的很難耶 欸 有一點點 然後因為六球 他是在同一個軌道上面 所以 你左手右手 跟六球在同一條直線上 如果你有點歪掉的話 六球就要歪掉 好難 對啊 他會歪掉耶 沒辦法很 很垂直於地面 我的都不會理我 可是你們已經算練很快了 很難耶 我當初練這個 強制回收練了一個禮拜 蛤 因為當初可能也沒有老師在旁邊教 對啊 我只能看影片慢慢學 不是 如果你沒教的話 我可能那天卷線都要卷一個禮拜 怎麼都進不去啊 哈哈 卷一個禮拜 真的 我剛剛卷都怎麼卷不進去 欸 差一點點 現在就接觸了問題而已 欸 接觸就很難 快狗咬 欸 欸 可是這樣子就是 就是有問題吧 棒 來囉 不要猶豫的 右手直接往上拉 你看 然後你剛剛有點太開了 你再 讓大家角度小一點點 捏住 右手拉 捏住 啊 我剛剛沒有捏住 是拿摩的一氣喝 我剛剛沒有捏住 我現在捏住 我現在捏住 完了 我們還要地球自轉嗎 地球自轉 就是剛剛下去那個地球自轉 捏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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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已經調好那個 你要的線的大小 長短 然後就這樣捏住 再拉 所以應該是 捏住 我想想 捏住 先不要捏 先不要捏 先調好 然後捏住 然後又拉左收 對不對 對 又拉左放 老師是順到就是跟我上廁所沖馬桶感覺一樣 超輕鬆的啦 我覺得我沖馬桶還比較不順 因為我們家按鈕是那種 在馬桶槍上面要按的那種 我還要找一下 為什麼我的線那麼長 還是這個 還是大都一樣 其他都差不多 都一樣 為什麼是橫的啊 橫的就是你下去的時候不正啊 我下去的時候不正 心速不正 那如果你覺得 強制回收差不多了 喔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完了 糟糕了 要不要放回剛剛那個蛋型的 百圈過來 百圈 你像 像你這種表現 都是動漫主角 前面不行 就最後一個 我就是名人啦 一次就來 好來 正了 我要 是名人嗎 是名人嗎 欸 你也蠻厲害的 他有回來 可以了 百圈 拿三個硬幣出來 我們一人打一個 可以了 可以了 我現在感覺到那個奇阿那個 這個 還有百圈來喔 放綠道什麼 我都打 太扯了啦 好危險 今天這個 有趣耶 有趣 剛剛那個動作其實反過來就變馬蟻上訴 蛤 你說線頭後面 剛剛是這樣子嘛 然後你反過來的話 你不用對折 你就這樣子 然後右手往下拉 然後 眼睛看來流流球 所以還是用念力的嗎 沒有啦 這樣眼睛這樣 這怎樣用念力控制呢 右手往下拉 行一下 名人 不是我 沒有在聽沒有在聽 我以前 有玩過流流球 然後螞蟻上訴其實我是會的 可是我剛剛看老師這個姿勢我完全沒有印象 是這樣子嗎 螞蟻上訴是這樣子嗎 為什麼我完全沒有印象 是這樣嗎 這樣嗎 螞蟻上訴好醜喔 我眼睛看了流流球 我看得很仔細啊 螞蟻上訴好像不是螞蟻上訴 不是螞蟻上訴 螞蟻上訴 我跟你講 從後面喔 從前面 後面 是這樣子嗎 老師 對 然後右手往下拉 眼睛看來拉 對對對 很棒 他咬我 其實他的重點就是要 你要去相信這個球是自己往上爬的 我不相信 我沒有辦法想像 先收一下 然後因為這種溜球它其實 裡面摩擦力很小 所以它可以做很多那種甩層的技巧 唉唷 我要挑戰這個 這怎麼他不會上來 我要拉這個 我要挑戰這個甩來甩去 如果我失敗 要退出這個節目 有啊有啊 慢慢上來有啊 好啊我又打結了 你要直的嗎 他很賺耶跟小時候的比 可以喔 甩層技巧要怎麼甩 你要甩什麼 有 有 有耶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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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耶 有耶 這砸戲團那麼好 你就當監獄 當監獄 我還要是喔 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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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信有在裡面轉嗎 有嗎 有嗎 有吧 幽浮 快追回的 越安大戰三 你不要 你這招搭 叫做Get down OK OK 我們先為座位好了 動態活動前 劉彎 這個會 這個 很緊繃耶 肌肉 而且這個不知不覺 真的就會上癮 就會覺得我可以試試看 因為他 下去練習一次的時間很短 你就會一直去挑戰 就可以很挑戰 對啊 真的 不錯 然後這個東西可以流行這麼久 而且大家都有自己 就希望可以再有更多人來玩 因為現在真的是很少很少 可是這個東西真的很不錯 因為大家都去玩手游啦 沒有啦 像我也是啊 我以前國中真的有玩滑溜球 可是他高中就沒玩了 因為高中被電動吸引了 對啦 這種東西就是 可是這個其實老實講的小東西 他放包要什麼幹嘛 其實沒有很佔空間 對啊 比如說玩扯鈴好了 你玩扯鈴 玩滑板那種東西 對啊 都要帶著吧 對啊 可是這個 而且像老師這邊還扣一個 那個很酷耶 我都會這樣扣著 這是戰鬥用的是不是 等公車的時候 都可以直接這樣拿下來 哦呦 誰插隊就打到頭 我跟你講 我的監獄也有一個扣環 我都快碰到上了 對啊 你看 平常在玩康家鼓的可以這樣嗎 真的不行 真的也沒必要 真的也沒必要 OK 好 今天就是很感謝老師 還有謝謝統城來陪我們玩 然後老師教我們這麼多 而且秀很多自己的收藏 好不好 這個我們有字卡對不對 大家如果想要追蹤一下 老師相關的社群 哦 無法取代的溜溜球 Mr.悠悠樣 很可愛的名字 太厲害了 真的很厲害 有Instagram 我等等那個 有網站連結 節目結束之後 我要叫老師教我那個閃電快達 然後以後 誰敢靠近我不爽我就 閃電快達他 哇 誰還等你在那邊 到時候 Follow老師的Facebook跟Instagram 好不好 都是可以找到的 網站連結是 是個人網站嗎 應該是喔 應該是 你掃進去是什麼 是你的蝦皮賣場 就掃進去又是燉火鍋 會被騙了 會被騙了 好 然後這個 通神 我們的那個 Twitch頻道 然後Facebook 還有這個張家夫妻華賢 張家夫妻華賢已經快沒有要經營了 真的喔 快經營不下去了 好吧 大家趕快點一下 趕快點一下 訂閱一下 讓他們有一點動力啦 好不好 OK 好 好 那就是 差不多了 今天有這個 訂閱董哥看一下嗎 真的比扯定還值1000元 哇塞 這是免費的看的嗎 線上的小朋友 你這個1000塊 這個態度就對了 你這個1000塊 下次去華山 看老師表演的時候 其實放在老師的那個 你是有個桶子之類的 打賞箱給老師好不好 紫龍800元 月威一斗 謝謝 JerryLane500元 表演看了 還不打個賞 沒錯 六球好戰200元 工作人員前男團 是不是百姓自己投的 定存在100元 阿魂通告費金36起 還走啦 溫泉淡小船 同樣身為 什麼 台南人 台南人 一定要支持元慶啦 漂亮 老弟50元真的是屁啦 好強喔 好真誠 今天50元關注元慶很久了 今天表演好厲害 力量橙橙 50元 衣粉 凍粉 單粉 特粉 糖粉 摩托哈亞庫50元 康寶HotDog 本週末在兒童新樂園市集單位 說是才知道粉 認點一熱狗寶就送飲料一杯 來打廣告 我可以去啦 我可以去啦 在我家旁邊 好好好 可以打廣告啦 真的真的 我們這邊很多人來打廣告 兒童新樂園我之前才去了 好啦 真的啦 然後剛好在那邊表演 喔真的嗎 真的喔 室裡我家很近 我可以去一下 那你真的可以去拿熱狗 我還可以吃個熱狗 然後跟老師看一下老師的表演 好啦 再次感謝老師 希望之後還可以來我們節目玩 感謝同事 謝謝同事 好那這座節目就到這邊了 下禮拜見啦 拜拜 我 alongside 碰 你